你喜歡吃爆米花嗎? 今天除了鹹味我們還要做海鹽焦糖口味 準備一個深一點的平底鍋 中小火加熱以後倒入玄米油 玄米油的沸點高達254度 所以拿來炸爆米花是很適合的 油的高度可以摸過爆米花就可以了 如果不夠的話可以再多加一點 翻動一下讓每顆爆米花都有沾到油 加熱到爆出第二顆爆米花的時候蓋上蓋子 接著繞圈圈的晃動鍋子 是左右旋轉不是上下晃動喔 這樣會讓它受熱更均勻 很快的你就會聽到爆米花開始跳舞的聲音 我好喜歡聽這個聲音喔 降到100樣子 中華路要燈55號修道 有天玄理五倍之法力 天機不可宣留之賢料犯法 開蓋看看,我實在太好奇了 爆碗馬上熄火 一半我們要做焦糖口味 準備一把不沾鍋 把糖倒進去鋪平 先不要攪動 等到中間開始融化的時候 我們再用筷子來翻動它 一直煮到糖全部融化 熄火,糖融化以後馬上熄火 把奶油跟海鹽下進來攪拌均勻 再用筷子去煮軟 這時候你會發現糖是很硬的 我們再次開火把它給煮軟 換長餅刮刀比較好操作 熄火 熄火囉 爆米花跟焦糖攪拌均勻以後 等到它放涼 你就成為爆米花大富翁囉 另一半的爆米花我把它放在鎖鮮袋裡 加一點鹽,搖晃一下 它就是很好吃的海鹽口味 吃不完的鎖鮮袋鎖緊 明天一樣很脆很好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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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一次 你吃到一半的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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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